新元张怀文为寿风乡建设提出的多项建议 包括电感地下化、驴潭商圈加强建制 还有东西向连外道路加速兴建等等 张怀文表示从他担任乡长到县议员 很多地方建设逐步要求完成 他相信他的接班人能够秉持他的问证服务精神 继续为乡亲来监督宪政 新元张怀文为寿风乡的建设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电感地下化、驴潭商圈加强建制 东西向连外道路加速兴建等等 希望县政府能够逐一完成 那我希望观光处能够针对驴潭的部分 能够加一把镜 还有就是我们西口隧道、海底隧道 如何让它活化 我们想观光流处、处长能够结合地方 让它风华再现 我在乡长任内的政见之一 东西向连外道路的新建 终于建设处已经踏出一步了 目前已经列入在生活签规划里面 那这个进度我们希望能够加进脚步 另外针对潭边商店铺住家 它那个解编、现建的问题 能够希望赶快开一个都市通盘检讨 能够让他们住的安心 张怀文表示从他担任乡长到议员 许多地方建设逐步要求完成 他也相信他的接班人能够秉持他的问证服务精神 继续为乡亲来监督宪政 这里会幻视报道